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18年7月20號星期五 那有收到一台起子機 看得出來我都已經拆好了 那這一台的型號是 MAKITA DTD146的 充電式充機起子機 他是中國製造的 他是有刷的 那可以看得出來我都已經拆好了 因為我之前 記得之前有發表一篇另外一台MAKITA的型號我忘記了 那一篇也有 也有發佈說怎麼樣去做一些日常的清潔跟保養 因為清潔跟保養這個過程比較繁雜 所以我今天就先跳過 我目前都已經清潔完成了 這些零件啊 都穿好了 穿洗好了 如果你想要詳細觀看清潔的過程的話 可以去看我另外一篇 18V的也是衝擊士起子機的 那一篇是無刷的 那這一篇是有刷的 其實原理都一樣 大致上都一樣 那像這個垂箱 垂箱譬如說垂箱裡面要怎麼換有這個我之前在另外一篇也都有講 講解過了 更換夾頭也都有講解過了 所以如果要看得更詳細的就可以去看那一篇 那我今天這一篇最主要就是補充一些 比如說這個橡膠墊掉了怎麼去 去弄 順便檢視一下這些 零件有沒有損壞 那通常我們這種機器 在檢查大部分是檢查軸層 那轉直 看有沒有燒掉 那目前看這個顏色應該是正常的 那 也要看這個齒輪 看有沒有崩牙的現象 因為有時候這個在抄 抄到它的膠都崩牙都不知道 看一下這些桶這邊 看有沒有需要重洗 那目前看起來是 不需要啦 那這一顆還是蠻ok的 那開關的部分也就是全部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那上油的過程之前也有講講解過幾遍了 通常我們都會在 保養的部分 再加一點點這種 耐高溫的 防油 因為這個垂箱 看我們都看那個轉子的齒輪 如果都正常的話 也不用特別去把它拆起來 那就加一點油進去 加一點油滴這樣就可以了 讓它保持一個潤滑度 慢慢不用太多 差不多 8分半就差不多了 總是要讓它有一個空間 可以放 這簡單的保養 如果做了 我們就可以再把它倒閉 組裝的過程基本上都一樣 然後這個這部分我可能會快轉 他有興趣的就繼續看 坐吧 那一陣子 入ไป 出口 靠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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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Q就行了 这都有卡榫啦,你的叫卡榫热一倒 大概Q到这样就行了 好,像这样,你这家中的,它在倒都很好倒 再来买手把这个卡榫倒起来就行了 你看,你这家这倒起来,倒到顺顺啊,它在卡都很好卡 你都不用硬针了,不可以硬针喔 好,这样就OK了 之前也有到这个外表切得轻啊,都有说过啦 保养好以后,就可以插我们放电池看看 好,我们目前让它弄一下 好,OK,正转反转都OK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OK,现在保养好了以后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像这个搅起来的那些橡胶垫 它这样黏回去 通常黏回去我是都用快干啦 其他怎么怎么用我是不知道 稍微把它沾起 啊 像一點點把它勾開 這樣 啊 把它捏 這樣而已 哇 三秒就要不明知意 你就是要第三秒啦 啊 第三秒它就掉了啦 啊 你加不到太多 怕你會流滑就吃了啦 啊 你如果是知道要怎麼用 其實你在保養之前 夾了還沒轉回去 真正你可以太黏了 因為有時候怕你膠用太多 流滴滴摩托在裡面 就害了 我們是都用這樣 稍微灰灰的 這樣而已 一點點而已 那都沒有太多 啊 你把它抬起來 抬起來就黏住了 就不會撩起來了 啊 那看全部有多少地方 啊 看太哥 稍微灰一下 這個 抬一點 啊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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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券 把它抬一下 把它黏起來 這樣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不會貼下來 整個減少一下 看多貼貼起來 像這也貼貼起來了 要把它涼起來 這樣就保養好啊 這邊有缺一點點零件 這個零件我們可以 之前我有上網教過一篇 木田的零件怎麼樣找 怎麼樣訂 你如果有需要這些零件 你可以按照我大概提供的一些小方法 下去做訂購 那我這一篇保養的文章 大致上就做到這邊為止 謝謝觀賞 好那剛好藉由這一篇清潔保養的文章 我來分享一下我平常怎麼找零件的 那大致上我都是依靠網路比較多啦 那以今天這一台DTD146衝擊士起子機來說 那我就是會上官網 像木田官網 我覺得木田在這一個部分做得相當好 那我現在來分享一下我平時怎麼找的 那其實我已經搜尋到了啦 那你要進去找其實也很簡單 你就進去商品介紹這邊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搜尋的欄位 那你就點進去 然後打你的機器型號 然後搜尋到以後 通常如果他有這一個商品的話 基本上零件應該都還有 除非說已經停產了之類的 那個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了 那你進去以後他會有一些機器的相關介紹 那還有使用說明書跟一個分解圖零件明細 然後你就點進去 然後你點進去以後他就會出現這個分解圖 那同時這個也是你可以 比如說你自己拆 拆裝一些機器的時候 你忘記順序的時候 你就可以依照這個分解圖下去做一個順序的比對 那目前我機器整理完以後 稍微看一下是缺少14號跟15號這兩個零件 那我就會利用手機的照相功能把這個零件圖拍下來 然後傳給我們信任的一些代理商或經銷商之類的 請他們幫忙訂購這些零件 那這邊還有 你如果說要查一下你的經銷商在哪裡 你可以點在他的官網這邊有一個經銷商跟維修據點 那通常我們就是依照我們自己所居住的縣市 那產牌 點進去以後 拉到下面就有很多你居住的區域的一些地址 經銷商的地址 那你就自己去選擇說哪一個離你比較近 或者是你個人比較信任的一些經銷商 你在提供這些資訊請他幫你找一下零件 所以我個人真的覺得木田在這一方面也做得很好 其實不只木田 還有一些像博士之類的 那我目前覺得有一些可以提供我們這種個人DIY的維修的一些零件提供的資訊 我目前覺得木田是做的算真的比較好的 所以提供這個資訊給各位參考看看 謝謝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或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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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